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跟环保局长马仲豪共同宣布要提高乱丢垃圾的检举奖金 从罚款提拨的30%调高为50% 以二组乱丢垃圾的问题 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三月一号起 基隆市政府也提高了乱丢垃圾的一个罚则 我们从原本的1200元也已经提高到了2400元 那我们现在提高检举奖励金至这个罚金的这个50% 我们期望能够有效的降低随意乱丢垃圾的一个行为 并且鼓励民众们勇于检举 依据环保局的统计 我们在基隆市的这个乱丢垃圾有许多太阳 那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气质垃圾包 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太阳 那再来也是大家很常见的就是乱丢烟地 以及随地吐痰等等的这些行为 其实都算是在我们乱丢垃圾的范围之内 那再来我们在这一次从即日起 我们把这个罚环提高到2400元以后 我们每一个民众只要他的检举成功 每一个案件呢民众可以实际拿到的是新台币960元 但是我们也为了杜绝相关的有可能有这些 类似像检举达人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所以呢环保局在这边也有订定 我们的同一个这个检举人在同一个年度 他的检举案件最高是250件 那当年度呢同一个检举人 他领取的奖金是以30万台币为限 所以我想今天环保局有这样子的安排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的民众 可以在我们的环境整洁上面 能够一起共同做出努力 我们一起为基隆的干净家园持续的推动 也让大家的生活环境可以变得更整洁 所以呢民众检举可以透过环保局的官方网站 都可以得到相关完整的资讯 那针对我们现在检举的方式 其实不管是透过影片 或者是照片都可以 那我想有特别重要的一点 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 如果今天真的是有看到 我们相关的这个违法的相关的民众 那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尤其是要把这个行为人的这个 相关的动作要拍得清楚 如果他在车上的话 他的车牌 无论是机车车牌或汽车车牌 都要拍得特别的明确 那从这个违规日发生起的15天以内 要向我们的环保局 要来进行举发 同时您的照片相关的这些资料上面 要留下您当时拍照的相关的日期跟时间 我想相关的细部的说明 在环保局的官网上 其实都有很完整的说明 从3月开始 基隆就将乱丢垃圾罚环提高到2400元 目前环保局再进一步提高乱丢垃圾的检举奖金 目的就是呼吁民众能够守法 一起来杜绝乱丢垃圾 打造干净的家园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